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就在昨天官方因為幸運轉盤的BUG 好像有幾個伺服器始終轉不出20%金箔的大獎 因此補發了金箔轉盤10個金鑰 我們今天就來轉一下 看一下究竟能白嫖到多少金箔 第一發300 咋來 500 看起來運氣不錯 大獎來了 外圈 15000 唉 可惜 只有5000 沒關係 我們接著再來第4發 500 第5發 抽一半了 200 再來 外圈 400 外圈外圈 400 應該會有機會可以到外圈吧 來了 15000金箔 唉 又是5000 都是最少的 剩下最後兩發了 還有外圈的機會吧 沒有了 那這次平均白嫖下來 也拿到了10000多的金箔 還算不錯 現在我們就把這些金箔 拿去轉一下幸運大輪盤吧 我原先在抽卡夾之前 差不多轉了快20000的金箔 因為前幾天在抽比格馬的時候 運氣很好 又直接抽中了20000 哇 這邊又中一個3系的霸氣石 從剛才到現在 已經拿到6顆了 但是20%的金箔還是沒有來 我打算把這些金箔全部都轉完 拚一下金箔的卡池 並竟現在已經來到了4萬 只要有轉到的話可以再領1萬 等於說把這輪的這個轉盤的消耗全部都補回來 那額外可以拿到一些道具 雖然說本次的轉盤並沒有上一次來的好 上一次有初階以及高階的霸氣石 再加上大獎是四皇海軍的霸氣石 那本次主打的就是隨機勳章以及空貝 空貝的話算是我們無課玩家 目前比較容易獲得的管道就是在幸運轉盤 又或者是說在上一次的超值販售獲得 用4500的金箔可以換到10個碎片 但上次的超值販售並不是自選的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究竟拿到多少 已經拿到47了 幾乎快一半 那我差不多已經抽掉3萬到4萬 所以整體來說跟超值販售相比 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且還額外中了非常多的這個三世霸氣石 以及其他的隨機勳章 所以說論空貝的話 個人覺得 無課想要獲得抽幸運轉盤 還是比超值販售來的好 因為超值販售它並不是自選的 那起碼幸運轉盤是 我們可以直接選擇比較強勢的斬殺貝等等 那我們就接著繼續來轉吧 還剩下4000多的金果 獎池已經快累積到5萬了 希望能中到這個大獎啊 否則金果也要一下全沒了 這邊又中到空貝 回來了吧大獎20%金果 好像有機會中了 直接拿到1萬嗎 看一下究竟會是多少 9000太棒啦 緊接著是另外一件事 在剛才我終於集到了100個天空沒利號的碎片 額外開啟了全新的技能 在裝甲這邊 全彈發射 以及另外一個飛翼組件 可以獲得傷害減免 以及回復生命 那增加的戰力 直接增加了5萬 戰力目前來到了160萬 剛好湊個整數 個人覺得是挺不錯的 那麼本次的海上紛爭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復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